花蓮利物溪沿岸发现磁性科室汇金搁浅 身长565公分 外表有几处被打磨砂咬伤的伤口 近日清理胃部发现塑胶带 马布带 鱼线 硬塑胶等等 最令人感到遗憾的 是他体内怀有一只长达165公分的胎儿 包括他的内脏 包括他的心脏 全部都在精臀协会那边 统一在汇整胃里面发现的一些垃圾 那会不会是造成主要的原因 现在都还在观察当中 这样的状况国际间越来越多 像是菲律宾也发现一头搁浅的科室汇金 胃里尽有重达40公斤的塑胶垃圾 海洋生物的生存大受威胁 呼吁大家可以减缩从自身做起 那保密宿也会积极地蹲到港部的单位 针对这些渔民或者是上船 出船的时候不要随意地把垃圾人 就会丢到海里面去 减速从你我做起 为了大海的未来 及时采取行动 阻止海洋生物物食塑胶死亡的北戈 大家新闻花脸综合报道 给大家看一看